法仔求到十一签 师傅说政府要妥协 大年初二做什么好? 当然是求签 法仔交给你了 拜 再 拖手 再够手 再够手 令rick 视角 再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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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仔帮香港求到知第十一签 连来 总签 是威人威威不示威 此当着力 是有真规 白灯 争起 高王国 中备張良 守舊為 凡事守舊 投財 瑞衣 自身得運 婚姻不合 千聞都說了 得來不易的形勢 都要謹慎一點 時事都會好 提醒政府多聽意見 全都是忠言 都要樂觀 大家要謹慎多聽好意見 自然就會好 十二年前 又是肚年 法叔也是幫香港求到這支籤 會不會是這麼多年來 車官見政府都不聽人說話 才再出這支籤 師傅說這支籤叫政府不要獨斷獨行 也顯示香港是有救星的 救星在哪裏 張良本身已經是一個輔助劉邦 得到國家的人 或者已經過去了的人 那為何政府不肯再用它 聽回他的意見 不理哪個派別 有能者居知 不是說 好像怎樣說呢 他是某一個派別 不去用不去用不去成 變成香港就沒有了個人才 我們就找到黃遠鋒師傅 雖然說今年香港會開支好 但前提是要政府妥協 外國政府對大陸有很多圍困 這些事情 就會把香港 他們要怎樣可以解釋 令到外國對香港沒有那麼仇 敵意 他們就要暗中 就不會給香港政府 或者大陸政府暗示香港政府 可以給他們妥協 外國的事情 是哪些就自己想 那怎樣叫暗中 給他們的償還呢 就可能釋放某些人 大家都明白 如果十二年前已經肯聽車工說話 或者香港就不用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就這樣吧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